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谷史愿者 最好的成绩是2008年台北马拉松 跑了两小时50分 小时候就是非常的好动 所以那時候看到哥哥去學直排輪的時候 我就吵著媽媽就是說我要一起學這樣子 然後那時候大概在幼稚園的時候 然後從此就是踏上了直排輪的不歸路 雖然我在學直排輪路上 我本身的資質並不是很適合就是跟人家比速度的 因為我覺得我擅長的應該是耐力不是速度 可是我覺得我一直都很努力 因為我很享受跟別人競爭的感覺 其實我在去參加統治運動會之前 我也不知道有統治運動會這件事情 那統治運動會它最主要是 去號召所有對LGBT族群 甚至是對LGBT族群友善的人 一起來參加的一場運動家年華 我在2018年的時候去巴黎參加那一屆的運動會 我參加的項目是直排輪 對 那場直排輪算是拉力賽 它比的是六個小時裡面看誰溜的圈數最多 在這個項目裡面我拿到了第二名 在這個運動會裡面你可以遇到世界各地 來自不同的國家的同志運動員們 那這場運動會裡面我們都是用運動去做交流 大家可能不一定是真的那麼厲害 可是至少大家都是很喜歡運動的 在2018年的台北馬拉松 那時候準備台北馬拉松之前 其實我有去參加Nike第二屆的Face 42 算是馬拉松的訓練營 一直到台北馬拉松出發之後 大概跑個一兩公里吧 我就覺得就是那時候已經眼眶有點在犯淚了 因為很明顯的就是一個團體在行動 而且那個團體是自己的隊友一起在跑 一起配速 一起前進 我感動的點就是 唉 有隊友一起跑的感覺 一起努力的感覺真好 然後我就覺得我那時候可能是 哭著在前進的這樣子 如果說像我們剛開始接觸跑步的話 可能會建議你挑比較後期一點的鞋子 其實我覺得我蠻幸運的 我現在換到一個 對同志蠻友善的一間運動公司裡面 在進入這份公司的前幾份工作裡面 因為主管可能比較old school 那我會比較不願意卸下自己的警戒 所以我會一直去隱瞞這件事情 現在的工作環境是讓我工作得很輕鬆的 對 我也很喜歡 我之所以那麼喜歡運動的原因 是因為我希望也可以找到 跟自己一樣也喜歡運動的同志朋友 對 可是我發現一件事情就是 其實很難 包括我在溜直拍輪可能十幾年的生涯裡面 那包括後來一直練田徑的 八年左右的訓練生活裡面 我其實就是很難找到 跟自己一樣身份的同志朋友們 我覺得現在真的拜網路所示 就是大家在找運動同好的過程中 我覺得簡單了很多 你只要上網去找一下社團 甚至在社群媒體裡面去問問大家 其實很容易就把喜歡運動的人 連結在一起了 我覺得這樣子連結是蠻棒的 因為大家雖然說程度都不一樣 可是至少都有共同的話題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正面的力量跟鼓勵 因為我以前曾經有 像是被霸凌的經驗 也有可能因為你的同志身份的關係 然後在做很多事情的時候 都非常的小心翼翼 可是我覺得其實社會慢慢在改變 能夠接受你的人也越來越多 當你走出櫃子之後 你會發現做自己真的很輕鬆 不用去管說別人在你身上貼的標籤 你要學會去喜歡自己 那能夠喜歡自己的人 才可以學會去享受自己的生活 不管是跑步或是丟直排輪都一樣 快的人才有辦法贏 我一直希望可以用自己很努力去練習 不斷的練習不斷的練習 去彌補自己能力不足這一塊 你如果要成功練習這個過程是必須的 假如我真的有天分 如果我沒練習 那其實也都沒有用 所以堅持下去我覺得很重要 它也影響到我生活的態度 假如沒有運動的話 我覺得我今天不會是 現在你們認識的我 影響我最深的一句話就是 放棄很簡單 堅持才會成長 我現在不太用心ền 放棄很久 我現在不太用心了 開心的是 你可以不太用心了 我現在就不要死了 然後你也會做的 像不太用心了 但是可以做那個 因為我會奪心了 誰不太用心了